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这是蒙特莱的乔治 在自家店里头做一个小节目 我今天闲着没事儿 周末嘛,因为很多人都度假起来 一般六月末,七月初是我们最淡的时候 城里都空了,没有人了 这样呢,我画了一只蚊子,蚊子画得还可以吧? 手贵 这是一只母蚊子 母蚊子跟公蚊子的区别是什么呢? 母蚊子它的触角啊,是串林状 它有好几个生出去了 公蚊子的触角,它是羽毛状 它比较整齐 母蚊子体态比较大,公蚊子体态比较小 公蚊子呢,一般是 只吃一些 植物的汁叶就行了,它就饱了 母蚊子它也吃植物的职业,但是它 在交配之后 它要产卵,要繁殖的时候 能量不够,它要吸动物的血 咱们人类的血是蚊子的 最爱,最偏爱的食物 跟饮料吧 这蚊子光吸点血,我们倒损失不大 问题是,它边吸的时候 它同时把自己的唾液 通过它的吸管,吐到我们身体里面去 然后引起我们身体 除了传播一些细菌之外 引起我们身体的激烈反应 免疫系统启动之后,它就可能会过敏 过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就是准起来 然后中间一个小混点 蚊子叮得很厉害了,还会死人 它会传播多种疾病 现在我们在蒙特利尔 常说的就是尼罗河病毒 它传播的最多 去年一年 蒙特利尔有100多人感染 这种尼罗河病毒 其中去世了有15个人 这个风险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夏天到了 要好好防蚊子 政府也在做着他们的工作 我们特地要当地政府 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 去抓蚊子 然后 数蚊子,研究蚊子 看各个地方 各个不同的区段 蚊子的一些进化,发展的情况 据说今年的蚊子比往年要多 但是据说第一批蚊子盯了之后 人过敏的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越往后的蚊子越厉害 专家提议我们怎么防蚊子呢? 最好就是在自己家周围 不要有任何积水 哪怕小孩的玩具上 一点点水都不要有 不管家里,家外都尽量不要有水 如果您住大耗子 防草,一定要及时修剪 草长率太高了,也是蚊子容易多 你在外面出去活动 怎么防止被蚊子叮咬 通常做的方法 就是穿长袖衣服 然后呢 在药铺里有两种药可以买 一种叫 before bite 一种叫after bite 你把我们中国人喜欢用清涼油啊 分油筋啊 我觉得那些也管用 但是还是没有他们专门针对文字 设计开发的那些药管用 所以你出去的时候抹上 before bite 通常它就不太叮咬 如果已经叮咬了,立刻就涂上 after bite 它就不太痒了 回来之后 我自己的经验是用凉水冲洗 但是我刚才网上搜索了一下 他们建议用热水冲洗 但是不管是热水,凉水 你都不要去抠它 越挠那种情况越严重 皮肤越容易受到伤害 我很早以前,只要文字一叮 我就用凉水冲洗一下 然后就不痒腰了 完了自己也不去抠,也不去挖 它自然就好了 也许您也有什么妙招 您也把它分享出来 好,我们再看看我画的这只文字 我还是挺有会画天赋的 好了,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拜拜